美国总统欧巴马日前上CBS电视台的大卫莱特曼深夜秀节目 在节目中除了谈到当前一系列敏感的种族问题之外 还和莱特曼大开玩笑 说两人退休后可以一起玩米诺骨牌 这已经是欧巴马第八次上大卫莱特曼的节目 巴尔地魔骚乱过后 总统欧巴马做客深夜秀 首先提到了敏感的种族问题 但他显然没有被这个问题弄坏了心情 继而开始大开玩笑 明年即将卸任的总统欧巴马 说他这阵子总是在向往退休后的生活 而且表示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 他不会选择做总统 当莱特曼问他卸任后准备干点啥的时候 欧巴马幽默地回应说 即将于本月20号退休的大卫莱特曼 堪称是美国最长寿的深夜秀主持人了 迄今他已经活跃在荧幕前33年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